可能会呆在那边回到那边 这应该是很长时间 不需要的休息 但我确实你不能等待在这晚 有个人 who just eats Exactly sleeps, breathes, baseball 是狂战,但那是他 那是那些人的凶败 这就是那些人的凶败 来吧,请不停 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2024年5月3日 大午翔平时居下延长赛本场第五打席 前面两次吃坏宝 宝宋两次出局 勇士派上终结者Rycelle Iglesias 也是大谷前天使队友 所以大谷向他笑了笑打招呼 第一球外脚腰带高 变速球挥空之后 大谷再连续看了两颗外脚 低区域的变速球进磊 球数良好一坏 大谷这球真的是靠进一步的打招呼 技巧拯救了自己的低潮 更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贡献安打 为什么这样说 请见影片 其实大谷近四只安打 就有三只是这样形态的安打 因为大谷知道自己最近的状态 急球节奏有些跑掉 导致急球点也不到位 不适合强力拉打或强力反方向攻击 所以这几场耐心选球 量好球之后 也尽量把球跟比较近来再攻击 因为同时也要提防速球 所以下半身会先转出去 但又能及时反应把手留在后面 再控制球棒 尽量把球往中路空挡碰出去内野就好 这种打法偏桥打 所以跟得到偏外角球路 也几乎只用上半身的力量 这球又打在棒头 所以急球速度比较弱 但仰角八度代表还是有一定的手感 让球保持低空平飞 维持飞行强度穿出去 同样能在得点圈建功 大谷心态上不强球得点圈长打 跟前阵子相比也值得加许 这次安打的关键性 让到期获胜的几率 一下增加了35.4个百分点 对 真是很惊讶 没疑问 我认可需要调利 当地顶戴从旅程中 牙舞 里有点 bring 类 Corps 突然看到疫塑造 进口 感谢观看